挥元变大的次数 作为柯兰的主线人物之一的挥元 同样是吃了A1变小 但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屈指可数 一共就仅仅四次 其中有两次还算不上 意思就是只有两次就会算真正的变大 第一次就是在与黑衣组织的重逢 柯兰两人追查到酒厂的线索 还找到了他们的街头地点 结果挥元被人用麻药弄晕 关到了地下酒窖 无计可思的柯兰想到了老白肝 一种中国的白酒 因为曾经喝了瓶子给他的老白肝 结果莫名就恢复成了新衣 所以这次也打算让灰元试试 变大后就可以从烟囱逃出去 果然 喝下老白肝后的灰元 不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发热 还真就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可惜借助变大的身体爬出烟囱后 被醒酒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 直接开枪射伤了他 要不是柯兰及时救场 可能灰元就得倒在这里了 第二次变大是在逼近灰元的黑影 由于少年侦探团目睹了案发现场 遭到了凶手的追杀 最后被炮躲在了一个小木屋里 结果却被凶手锁在了里面 还直接放火想让他们全军覆没 无计可思的灰元 拿出了白天准备好的A药解药 吃药变大恢复了力量 拿灯三斧劈开了锁住的门 小伙伴们并没有看出他是灰元 以为就是小木屋里的人 不过光燕用手机录下了视频 夜里 安石头就潜入了侦探事务所 找到了一些关于灰元的线索 以上两次是灰元仅有的两次变大时刻 另外两次分别为 漆黑的列车和十年后的陌生人 前者变大的灰元是由既得假扮 让球场以为他们除掉了血历 后者变大的灰元是在柯兰的梦里 他们就以当前的时间生活了十年 也就是说灰元是从小学读到了高中 柯兰自己也是如此 最后向小兰坦白身份的时候 终于还是从梦里醒了过来